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一个特别好用的穴位 就是我们的门筋穴 门筋穴呢,这个穴位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用的一个穴位 为什么?因为它的效果来得特别快 门筋 门筋穴呢,在我们呢,第二个、第三个脚趾骨 然后呢,使劲往上推 到你推不动两个脚趾骨的结合处 然后呢,我们送至这儿,直接贴骨下针 这就是我们的门筋穴 门筋穴呢,在临床中我们主要用的几个点 第一个 门筋穴可以治疗腹穴 无论哪一种腹穴 你扎上之后 一般呢,马上就能止住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那种上吐下泻的这种症状呢 那我们可以配上什么?可以配上长门 第二种呢 就是我经常用门筋来治疗痛筋 尤其是这个年轻的这个小女孩 因为这个贪凉啊,或者是穿衣服不注意啊 像这种造成的痛筋 哎,你在门筋上你来一针 然后基本上能缓解个十来分钟 这个疼痛的劲儿马上就能止住 门筋穴呢,第三个我们用的特别多呢 用它来治疗什么?用它来治疗头疼 一个呢,就是你前头疼的时候 也就是你这一块疼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门筋 另外一个你就偏头疼 就是太阳穴附近的这个偏头疼的时候 我们用门筋也是针下痛直 所以呢,我个人特别偏爱这个穴位 第一,治疗腹穴 无论哪一种腹穴 第二,治疗痛筋 第三个,治疗头疼 这就是我们的门筋穴 嗯,接下来我带大家实操一下 这个穴位怎么进针 因为这个穴位相对来说比较难扎 因为它在我们 假如说我这也是脚啊 它在我的二三脚趾骨之间 但是有些女性呢 她喜欢穿高跟鞋啊 或者那种尖头鞋 所以这个脚骨这块它有些变形 扎的时候呢 如果你这样推呢 不太好找 直接找不太好找 容易跑到木头木流上去 所以呢,我们取穴的时候 假如说这是脚 你二三脚趾 你顺着它俩的缝使劲往上推 然后一直到推不动的地方 就是交接缝这块 就是我们的门筋穴 来,下面我带大家实操一下 我们找一下门筋穴 门筋穴呢,在我们的二三脚趾骨之间 好多人呢,因为这个穿高跟鞋啊 或者是这个脚 这个走路姿势不挣钱 所以这个呢 不太规范 也就是你找的时候 门筋穴有时候会特别难找 那么找的时候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还是从这个脚趾缝着 你看顺着这个槽 往上推 看它推到这就推不动了 就是两个脚趾的交接缝这 在这个位置 我们直次进针 五分到一寸 这个穴位呢 找不准了之后 有些时候容易找着找着 跑到这块 跑到木头木流上 所以我们找这个穴位 最好的方法 就是顺着这两个脚趾缝 顺着这一道凹槽往上推 直到你推不动的地方 然后贴骨下针 直次进针五分到一寸 这就是我们的门筋穴 我们的长门穴呢 在我们的腕横纹 持骨的内侧腕横纹 上三寸的地方 这个我们取穴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用手指同身寸 你这么去量去 因为有些人呢 这个小臂是属于 极不这个标准的 我们取穴的时候呢 最好的就是什么 从你这个肘横纹 到你的腕横纹 这块是十二寸 然后呢 你取它的终点 这块是六寸 从六寸这块 然后再取它的终点 也就是这个位置 这是三寸 扎针的时候呢 手扶胸取穴 然后呢 你看我们这块 这是骨头 底下这块是一个 看 是个根基 是个肌肉 我们扎针的时候呢 贴着这个骨头的下缘 进针 然后呢针扎在哪 扎在这个骨和这块肌肉之间 这个扎这针的时候 要求患者必须手扶胸取穴 看 然后直次进针 5到8分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长门穴 是一个肌肉之间的 来说这种肌肉之间的 这种肌肉之间的 这种肌肉之间的 好